8月27日晚,江苏昆山市镇川路,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一乘坐宝马车的男子刘某某提到追看一次行车车主于某某,却被发砍身亡,引起社会广发关注。 昆山市公安局同报称,当然双方因行车问题,发生口角导致冲突,刘某某经常就无效死亡,于某某无生命危险,刘某某原名刘某龙,浑身多处纹身,牺牲前几段娱乐视频也被网友传播,有多名当地网友称,刘某某自称龙哥,一位与刘某某下十多年的纹身店老板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他平时一喝多久之后,就像发疯的牛一样,29日上午,昆山市人民检察院通报827街头砍人案,已连夜提前介入此案,犯罪嫌疑人于某某被控制。 29日下午,该检察院议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于某某已被刑拒。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被害人刘某某此前曾有多次案底,2013年因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被判二年二个月有期徒刑。 同时,今年3月还曾荣获建议有为证书,29日下午,昆山市建议有为基金会通报称,刘某某因举报有人犯罪线索,对其奖励是爱规定执行。 此事件同时也立即引发关于自刑车车主于某某是政党防卫,还是防卫过当的法律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奇林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于华安以后,关于政党防卫的使用,已经逐渐开始与人民群众的情感和判断基本接近一致,因此,他认为白衣男子受到法律重罚的可能性不大。 而周保棉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如果简评视频中显示的内容来看,骑车男子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案件最新进展,自行车车主白衣男,已被刑拘28月18时序,昆山市公安局同报称,27日21时序,昆山市开发区正川路,顺帆路路口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1-20急救人员将两名伤者送医救治,经初步调查,两名伤者分别是刘某某男,36岁和于某某男,41岁。 到晚,双方在正川路,顺帆路路口因行车问题,引发口角导致冲突,冲突中双方受伤,刘某某经常就无效死亡,于某某没有生命危险。 据监控显示,21时37分,十字路口显示未执行红灯状态,一黑色宝马轿车突然有装预进入危机动车道,依次与车道内一辆自行车发生碰撞,随后,宝马车司机下车与自行车车主理论。 车上一黑衣女子,帮助将自行车移到人行道上,21时38分,刘某某从轿车后坐下来,走向自行车车主,对其进行退伞和踢打。 47秒之后,刘某某某返回轿车取出一把刀,持刀灰向自行车车主,后刀从手中脱落,紧接着自行车车主抢起落地的导筒向刘某某某,随后追卡导致刘某某最终死亡。 28日晚,昆山市人民检察院通报称,该院连夜提前进入8.27街通砍人案,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犯罪嫌疑人,已被控制。 29日下午,该院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据,死者生前有多像犯罪前科文申店老板,他喝了酒像发疯的牛。 29日中午,当第一位与刘某某相识的文申店老板摇电话名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刘某某被杀害后,许多朋友都说,他这样的死法,感觉不好,可事情还是发生了,死者朋友为其发的朋友圈,刘某某这人一喝了酒就是另外一种样子,摇点说,像发疯的牛一样。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道,刘某某原名刘海龙,36岁,甘肃镇原县人,此前刘某某曾读刺,因抢劫道窃敲诈等罪获刑,自2001年至2014年,刘海龙至少4次被判刑。 据裁判文书网上,昆山市人民法院一份编号为2014昆行出自第0180号的刑事判写书写是,刘海龙2001年7月因犯盗窃罪,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 2006年9月7日,因打架被昆山市公安局出行证据留5日。 2007年3月,因犯敲诈了所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2009年5月11日,因犯故意毁坏财务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11年3月24日释报,2014年5月13日,因犯循刑资是个故意伤害队,被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年2个月。 该判决书写是,2013年6月3月晚,刘海龙等三人久后至昆山市陆家政河,封好生意KTV,无故殴打被害人杜某,至被害人杜某鼻鼓粉碎性骨折。 2013年1月25日凌晨,刘海龙在昆山市陆家这一家花园小区,内因所事与被害人杜某生纠纷,刘某某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刀,与被害人杜某护殴,至被害人杜某阻册击击击击。 据新京保公开报道,记者从昆山法院知情人士出获悉,上述刑事判决书中的刘海龙,即是昆山砍人案中的辞职刘某某,辞职生前或建议有没证书,基金会对其奖励事案规定执行案件发生后,方向刘传一张刘海龙获得昆山市建议有没基金会颁发的证书。 证书显示,刘某某同志,弘扬社会功德,神章正义,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机体,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过线突出,研发网友质疑,荣誉证书。 29日下午,昆山市建议有没基金会发布情况说明,2018年3月,刘海龙为警方提供重要破案线索,协助抓获贩毒嫌疑人。 目前省,市基金会奖励条款里,也都未有明确犯罪前科人员不能申报建议有没。 至此,昆山市建议有没基金会,根据奖励程序及刘海龙奖励,昆山市建议有没基金会说明具家租赏广播电视台栏目零距离记者势地看榜。 百一男子余某某在市发的附近一家酒店就职,为分管电工工作的负责人。 该酒店员工程,余某某为人和善,待人友好,并不像一个喜欢冲动的人。 此外,据邻居里,报道,死者刘某某在昆山市陆家镇和封村开了一家点当行。 29日上午,邻居里记者探访发现,该点当行已经关门,附近居民称,以前经常看到刘某某在点当行出入,但是28日,点当行就关门昔夜,一直没有开门。 在昆山市陆家镇和封村宗志办工作人员趁,刘某某是外来人口,平时和他们接触不多,但社区几次灯门要求登记外来人员信息都被拒之门外。 争论焦点,白衣男子行为是否方位过当,监控视频的后半段中,白衣男子举起砍到转砍,已经往车方向奔跑的宝马南,此行为成为了网友关于是否方位过当的争论点。 邓宇故意伤害致死改叛无罪案,成马故意杀人方可申诉及国陪案。 代理律师王宛琼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骑车的白衣男子的行为是定型的正当防卫,他认为,白衣男子的行为完全符合现行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而且不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所以我认为是标准的正当防卫。 王宛琼认为,我们都是站在过于客观和理性的角度,来冷静和带有假想的看待整件事,而并没有把自己置身在当时的场景当中去考虑问题。 在当时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很难去分辨死者当时是否已经失去了继续伤害的能力。 王宛琼分析,整个事件的企业和冲突当中可以看到,白衣男子都处在十分克制的情绪下,反而是辞职宝马男一直在挑衅,视频后判断宝马男跑向车,并无法判断他是否是去车里拿更多武器,还是已经落袋了。 法律本身的规定非常清楚,第一,有不法行为发生,第二,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限度,所谓明显超过限度,指的是个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情况下,对等的对将害者身体实施伤害直至死亡。 这是可以的,王宛琼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庆林也持相同观点,我认为白衣男子的行为,没有超出合理限制,防卫是一个整体行为。 不是和文革开来看,白衣男子的追砍行为,出现在达到过程中,过程紧凑,且面对对方具有很强攻击性情况下,很难判断对方是否会继续反击。 因此白衣男子追砍,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是合理的。 阮齐林认为,在当时情境下,非常紧急,于事后愣进情绪下,做出的判断和行为不一样。 在阮齐林看来,于皇安以后,关于政党防卫的俱用,已经逐渐开始与人民群重的情感和判断基本接近一致。 因此他认为白衣男子受到法律重拔不可能性不大,考虑到有政党防卫行为,顶多会以故意伤害罪起诉。 而周宝明律师在接受法治冷报采访时认为,如果仅凭视频中显示的内容来看,骑车男子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周宝明表示,视频中骑车男子持刀反击后,跑马男已经逃窜,但骑车男子仍持刀追砍,虽然从视频中看,砍的不是致命部位,暂砍了很多刀,这已经超出了防卫过道的范畴。 同时,周宝明表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刑际一般,是十年以上致死刑,骑车男子并非需作案,凶器也不是他本人所持有,这些会在开庭量刑事予以考虑。 And 红星新闻记者树里文涛审信一篇集树王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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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